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视频 就是今天呢 我会再继续去看一下前段时间 我进行嵌插的木瓜 像我吗 看这边 这是前段时间我做嵌插 然后上次我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我已经把它进行了 这个换盆子 上次是我放在另外一个盆子 然后大概十天前 我就是已经把它改成一个透明 然后我们看 今天看透明的 这个我们看很多已经开始长根 然后这样子 我们现在就是可以看到 它的这些根的发展的 然后我们看上面的椰子呢 还是正常的嘛 只有一点这边 上次可能是我把生根基处理 然后撒在上面 有点过多的量 所以这个会变成这样子 我们看 这是我们的小盆 小盆子 就是换新之后呢 我们完全都可以看到它长根的状态 我们看 我们看这里 很多白白的根 底部呢 我有弄出几个洞 让它可以排水 然后我们看 有个小根 突出这里 它又长出在这边来 这是它的根 嗯 我现在大概会 会先这样摆 让它根 开始 边缓的时候 我才开始移到外面去去做 目前的话 我暂时会 摆在 在这里面 我看 这边嘛 像是我有弄了三个洞 一二三 这边 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 让它 可以排水 到外面 其实在底部 我们要弄几个洞 不能让它 全部有积水在里面 像是我有放椰核的 所以 椰核的 优点 就是它可以保持 这个湿度很久 可是如果 我们没有排水 可能 这个水流 很长时间在里面 就是会把 这个木瓜 弄坏掉 这样子会放 这边来 然后这边是 红宝石龙眼 还是一样 还没长 太大 它开始长 这个 小鸭点 来 好啊 这边就是上市的 进行一个 浩街的一个红宝石龙眼 上市我要剪 剪掉扇面的部分 其实我们这段时间 都一直很冷 精神下雨 今天才 有一点景色的 就是有太阳了 我看 这边有几颗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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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